各位投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正强 今天是8月21号下午的2点42分 这个盘成如我们昨天所谈到的盘中有玄机 昨天谈到的这个盘有玄机 刻意杀盘杀细晶元灌杀OTC指数 造成负怪力过大 然后今天开始出现犯弹 这是一个正常常见的手法 那你要说狠心也好 你要说很坏也好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股票市场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耳鱼我诈的一个世界 那在昨天的盘中 盘是我们特别谈到 昨天不管是节目或者是FB的直播 或者是Lite的讯息 我们都特别强调 这个盘有玄机覆盖力过大 不要去杀低 该买而不是该卖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盘是反弹的93点上涨 这个OTC呢 OTC指数是上涨了 这个1.47个百分点 那其中呢 今天反弹的一个重点 六十八八的环球金 六十八八环球金 这个量我先前跟各位算过 帮各位算过近一年的低量 近一年的大量 将近一年的大量 因为五千多张 然后呢 这一天的时间 昨天的量还比这一天的还大 还比这一天还大一些 今天等于是反转 所谓的反转是日K上的一个反转 明天一开高 就是短线反转的确立弹 了解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环球金融持稳 对OTC指数来说是比较 本来就是一个正面 因为毕竟是最大的一个权重骨 这最大的一个权重骨 所以昨天的一个覆盖离 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弹是正常 弹是正常 但是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反弹 反弹我们先以反弹的角度来看待 而不是把它当作回升的角度来看待 请各位先记得这一点 但是呢 这边OTC跟上市指数 有两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跟分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指数的部分 这个今天拉上去占回年线 但是量数 我们必须还要占回年线之后 还要占稳占好占满 还要占稳占好占满 但是就筹码的一个角度来说 到昨天为止 整个融资只是降到剩下1741亿 然后融券的这个部分是 是来到38万多张 那在这个同时间的 同点位的这个时间 就是7月初的那段时间 也有一波的这样子的下杀 同样点位的 差不多一个位置的时间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间点的融资水位 是在1800多亿 也就是说 经过这波的这样子修正下跌 融资水位退了差不多100亿 在同点位的状况之下 差不多点位的状况之下 差不多 融资减了差不多100亿左右 融券增加了8万张左右 这是一个好事情 然后再来呢 OTC指数的部分 筹码没有像 大盘加权上市指数这么漂亮 那OTC指数是破了这一波的低点 灌砂 直接带量跌破 向下跌 反弹了 我们可以亮说 还是一样 他必须要先站好 站稳站满 如果是就同一个位置来说 他目前OTC指数 来到这样子的位置来说 先前呢 在这个位置的时间点 在今年2月份的时间 那时候融资水位跟现在的一个融资水位 那时候融资水位比较高一些 比现在昨天跟昨天比起来 昨天在这个位置的融资余额 比这个位置的融资余额差不多少20亿 也就是说有减少一些 但是同样的 融券余额在这个时间点 融券空单的一个余额 大概12万多张 在这个时间点 融券空单余额大概8万多张 谁是融资少20亿 融券少了4万张左右 就目前OTC的状况 他得是资券同退散户退 资券同退散户退 这个部分呢 加权指数的部分是融券增加 融资减100亿 所以大盘指数的部分 表现相对来说 筹码减肥的幅度是相对于OTC指数 来的漂亮许多 但是呢 就这边来说 整个盘是他目前有机会再继续翻弹 有机会再继续翻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再特别强调 你要选择的股票 你要记得 你要分清楚哪些是多头 哪些是跌升反弹 那我想跌升反弹 股票就不用讲 这个就是 西金元跌升反弹 国据跌升反弹 被动元件跌升反弹 就是跌升反弹 格局是这样子 然后哪些是多头 为什么要先分清楚这些事情呢 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说 你今天我想很多好朋友 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趁着反弹的时候 把钱赚一些回来 那我们要把钱赚一些回来 我们讲求最大的一个效率 跟最大的成果 是选择什么样方向的股票 当然是选择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阿翔老师没有在讲废话 因为这档2368的金箱店 现在成为市场上 一堆人在追逐了一个焦点 但是在10块3的时候 阿翔老师在节目上讲公开 在分析他的时候 这个市场是没有人在谈 我讯息出去 让会人朋友抢签 123所有人朋友进场买进10块3 到今天为止 我们所剩下的持股部位 赚了超过50% 赚了50% 因为10块3进场 今天收15块3 刚刚好 刚刚好50% 那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逻辑指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想要把钱赚回来 然后我们的会员朋友 想要赚更多 像金像店这样子的获利 我们从什么样的方向去选股 能够达到最有机会 金像店从10块涨到15块 百分之50 国具现在673块钱 他要涨回到接近1000块 才是百分之50 600多块涨到1000块 跟10块涨到15块 哪一个比较容易 各位所谓好朋友 这是一个数学的一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 或许对于很多投资朋友来说 他不会去敲进国具 对不对 很正常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就是 哪一个比较容易 又或者是 我们不要举这么极端的例子 2478的大意 从现在收盘价76块 涨50% 要接近涨到110几块钱 比较容易 110几块钱 是在这个位置 他涨5成比较容易 还是从10块涨到15块 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很清楚的 那可能绝大部分的产物朋友 他对这个概念 对这样子的股价的一个数学问题 没有特别深的概念 但是对投信法人来说 其实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钱资金不会够大 因为今天是8月21号的时间 8月21号到9月底的时间 等于是接近开始第三季 第一季底又即将要投信购账 投信的绩效在做计算的时候 他拿出1亿的资金 要去做投资 1亿的资金要去做投资 他1亿的资金拿去买台 拿去买国区 1亿的资金拿去买大亿 1亿的资金拿去买金像电 同样假设都是涨50% 他的获利是一模一样 绩效就是五成 对不对 那但是这背后 我们要去探讨的是 对这些大部位的基金法人 三个个股 他拿出这样子大部位的资金去投资 假设都是涨到五成 他获利一样都是五成 但是最重要今天我们要思考的 对我们散户朋友 没有这么大部位的资金 所以我们反观过来 我们当然要选择比较容易达标的 所以我们在同样把这个问题 再重新汇整一遍 10块涨到15块 比较容易 还是70几块涨到110几块 比较容易 还是600多块涨到1000块 比较容易 所以答案其实显而易见 所以现阶段 我们要追求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一样是选择低位阶的股票 为投信法人 或者是外资法人的基金部位 去找到资金上的出口 低位阶 还是低位阶 而现阶段什么样的股票 或者是什么样的族群 能够像PCB一样 整体先前都是低位阶 能够在我们在10块3的时候 就发现到买进去金箱店 一样它是低位阶 我们来看一个族群 来 这档是1776的路好 最近展示非常的凶悍 昨天带亮一根长黑上上影线 今天一根长红直接换手做吞噬 这是1476的路好 时间拉长来看 它是高价位 因为毕竟300多块 盘底时间够久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1476的路好 这是1477的巨洋 第一档盘了这么久的时间 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位阶 最近也拉了连去拉几根上来 都是低位阶 低位阶 低位阶 再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像是4432 名望石有够低的位阶 好久没看到4432 带亮往上连续供情 4426例情 先前让人家害很多散户朋友套牢套 满手的也是极低极低的一个位阶 往上供情 1314中式化 也是纺织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你CP2的部分 是纺织上有的用料 好 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 14块要涨5成 V5 5020 涨7块 14块涨5成是到22块 比较容易 还是70几块 股票涨5成 比较容易 好 这个是中词化 当然我不会说中词化 会涨5成 那就是意识无畏的极胜 也是很低的位阶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整体仿制的族群 都是很低的位阶 开始往上爬升 最近仿制的族群 都是很低的位阶 开始往上爬升 背后的原因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先前跟各位说过的 营运环境的一个改善 低库存的一个水位 必须要回补 所谓低库存水位的回补 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说 低库存水位的回补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说 因为过去两三年的时间 包含了成衣的业者 包含了像是乳虹 巨羊 甚至牛仔裤 独心等等 他们营运环境是很困难的 相对来说 它所呈现出来的 当一家公司营运环境困难的时候 它的顾存水位 就会保持在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水位 因为你当你公司业绩不好 生意不好的时候 你自己有开过店了 你想当晚而 你都会很清楚 你不可能去买一大堆的料 囤在家里 你能够消完就消完 对不对 因为生意不好 你不知道明天的生意在哪里 了解这个意思吗 但是呢 随着爱迪达 随着Nike 营运大 9910的风态 这样喷了一大段 这样一大段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Nike 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就是说 你这些低过程水位的一些纺织族群 随着第四季很快就要到来 第三季是加工师的旺季 第二季是CBL的旺季 但是今天所谓整个产业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况 就是随着下游品牌大厂 财报的整体好转 那开始变成你忽然性的好转之后 你这些下游成一场 它要开始积极回补过程 所以积极回补过程之后 加工师到尼龙利 全部都会开始收费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来看一三一四的中实化 七月份已经算是比较迈得像 团传统淡季的时候 但是他所讲出来的营修的一个状况 甚至还是在今年最高 我今天用这样子的做举例 来配合再带到我们新阶段 再告诉各位的一个观念 今天你要从10块涨到15块 涨5成比较容易 还是300多块涨5成比较容易 还是70几块涨5成比较容易 好我们选择胜率最高的一个方式 选择目标最容易达到的方式 不用歪来歪去歪来歪去的走 一条明显的道路直接往前走 因为对于投薪法人来说 不管今天高价位中价位低价位 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资金不为够庞大 所以是一样的 追求绩效 就是寻找最容易的那一个方向 今天借由这样子的道理 来告诉所有的投资好朋友 我们点出的纺织是这样的概念 前两个礼拜 我们领先先点出的PCB 是这样的概念 感谢大家好朋友的收听 或者是好朋友的收看 那我说您认同阿强老师的选择方向 选择低位阶 为法人的资金找出口 想要知道更进一步的 什么样的股票的机会 欢迎加入阿强老师的Lite 小老鼠小写的T2330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